弟兄们,朋友们,平安 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地在网上 一起来敬拜上帝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赐给我们您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更加地认识您 也能够借着您的话语 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引 现在,我求您竭尽孩子的口 传讲您的话语 也求您安静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悟性 来明白您的话语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怀疑过上帝? 你是否有怀疑过耶稣? 怀疑祂是否真的能了解你 关心你? 是否有能力来帮助你? 怀疑祂是否就是那位圣洁的创造主? 救世主?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信错了对象? 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怀疑过 那我可以这么说 你有超级的信心 因为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有好多位被主耶稣大大使用的人 包括了使徒 彼得 他在耶稣被捕之前信心动摇 怀疑自己是否是跟错了人 他三次不认主 使徒多玛靠着自己的理性思维 在耶稣复活后 他怀疑 他是否真的复活了 旧约中 亚伯拉罕 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 但他也两次 因为害怕埃及法老 还有基拉尔王阿比米勒 因为看到他漂亮的妻子撒拉 而会杀害他 他就串通了妻子 说你只告诉这两个王一半的事实 说撒拉是他的妹妹 这些上帝的仆人 靠着自己的思维 对上帝的信心都曾动摇过 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看到 为主耶稣天国事工 铺路的施洗约翰 他也怀疑过 究竟耶稣是不是那位旧约中 所预言的弥赛亚 那位救世主 那为什么这些 与主耶稣有亲近距离接触 亲眼看到 亲耳听见耶稣 行神迹奇事 听到他教导的人 还会怀疑上帝 怀疑耶稣呢 其实原因就是 他们也是人 而人的信心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被动摇的 我们一样也是人 我们对上帝 对主耶稣的信心 也会有动摇的时候 那当我们的信心动摇的时候呢 我们又要如何应对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从施洗约翰 对主耶稣的信心的起落 来探讨这个课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 这段经文的背景 还有这段经文之前 所发生的一些事 从路加福音第一章5到25节呢 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的诞生是很特别的 他是在他父母亲年迈的时候 天使向撒加利亚预言 他们将得到的一个儿子 施洗约翰从小就被奉献 来侍奉上帝 路加福音第三章1到22节 还有马太福音三章1到12节 告诉我们 约翰是住在旷野的 他身穿骆驼毛衣 腰树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他长大成人之后 开始在约旦河边 传讲叫人悔改的福音 许多人听了他的教导之后 都悔改 并且接受约翰的洗礼 他所传讲叫人悔改的信息 有很大的能力 人们甚至以为 他可能就是那个旧约中所预言的救世主 米赛亚 但他自己却很清楚 他的身份 他自称 自己是那位将来要来的米赛亚 为他铺路的仆人 他自认为米赛亚 他自认为米赛亚提携子的资格都没有 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受圣灵的感动 就向众人宣告 耶稣就是上帝所拆派来除去世人罪恶的羔羊 这是在约翰福音一章29到30节 从这些记载 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对主耶稣有深入的认识 并且一见到耶稣就知道 他是那位上帝在旧约当中应许的米赛亚 马太福音第14章3到4节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是因为几次责备西律王 娶了他自己弟弟的太太为妻 被西律王关进监牢的 那他在监牢的时候 从他的门徒那里听见耶稣所行的 和耶稣所遭遇的各种事情 什么事呢 就包括了他医病 赶鬼 叫死人复活 叫人传讲天国的福音 这些多数都是旧约先知 一元米赛亚来到的时候会做的事 但是同时 他也听到耶稣在他本乡被人唾弃 被人排斥 根据旧约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的预言 米赛亚来的时候将会除去一切的罪恶和不义 彰显出上帝的荣耀 而施洗约翰自己所传讲的是叫人悔改的福音 在路加福音3章7到9节 还有3章15到17节 这里这么说 3章7节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 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接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够从这些石头当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接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从第三章15到17节 他这么说 这个是施洗约翰 所预期将会来到的米赛亚 他对他的盼望 3章15节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 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窗里 把康用不净的火烧尽 也许 施洗约翰所期待的那个耶稣 是一个能够展现大能大力的救赎主 把在当时被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 解救出来困境 使正义得以伸张 而恶人也应该遭受到上帝的愤怒和审判 但他所看到和听到的耶稣 却是一个靠着恩慈怜悯 单单为人医病赶鬼 但同时却又在他本乡被人拒绝 遭到唾弃 这就不符合他想象中的弥赛亚了 那同时 约翰也知道 旧约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的弥赛亚 弥赛亚的意愿 有关弥赛亚的意愿 六十一章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膏 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猜浅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狱 也许 约翰认为 弥赛亚能够使那些被掳的被释放 被囚的出监狱 包括他自己 但他在看看自己的处境 他自己因为要行公义 指出西利王的罪行 被关在监牢里面 但耶稣却没有把他解救出来 而他这个为弥赛亚铺路的 进来竟然被关在监牢里面 上帝的救赎计划在他看来 好像就很快要被终止了 施洗约翰没有办法想象 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临 是要以恩赐的救赎主身份 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 医病 赶鬼 帮助人 而不是以强势统治者 或者是以审判者的身份来到 耶稣作为 以及发生 耶稣的作为 以及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 还有他所期盼的救世主 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施洗约翰他心中 难免有些失望 他起初对耶稣的信心 也开始动摇了 究竟耶稣是不是那位 上帝所应许的救主 现在他也开始怀疑了 所以他就拆派了 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在18到20节 18节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告诉约翰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 施洗的约翰 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 一个借着天使预言而降生的婴孩 一个像他人指出 耶稣就是那个为世人除去罪恶的羔羊 这个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为弥赛亚扑路 他是这么一个先锋 那这么一个上帝的仆人 在处于困境 还有看到主耶稣的作为 跟自己的期盼 跟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他竟然也会怀疑 耶稣是否就是那位 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 那我们呢 即便我们曾经深深的认识 或者经历主耶稣的真实 我们也很清楚圣经的教导 但我们是否也像施洗约翰一样 在某种情况之下 对耶稣的期待 跟自己所经历的实况或者困境 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 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 是不是会动摇呢 如果我们的信心 真的是开始动摇了 那也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而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否应该就此放弃了 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呢 让我们再回来看看 主耶稣对约翰门徒询问的反应 约翰门徒去询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正在医病赶鬼 使瞎眼的看见 接着耶稣就叫约翰的门徒回去 报告给施洗约翰 七章二十一节 正当那时候 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鬼负责的 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 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 茄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 洁净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这些 施洗约翰 猜去问门徒 猜去问耶稣的门徒 不只听到 他们更亲眼看到 耶稣的作为 所以耶稣就叫他们回去 告诉约翰 他们所看到的 关于耶稣 恩赐的言行 而这些言行 跟以赛亚书 三十五章 五到六节 还有六十一章 第一节 关于米赛亚来临的时候 将会发生的事 不谋而合 以赛亚书 三十五章 五节 那时 虾子的眼 必睁开 龙子的耳 必开通 那时 茄子 必跳跃向路 亚巴的舌头 必能唱歌 在旷野 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 必有河 涌流 六十一章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 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 才前我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狱 耶稣的回答 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 其实也应验了 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叫死人复活 和医治长大麻风的病人 这两样 甚至超越了预言 所提到的神迹 并且也只有 借着上帝的大能 才能够成就的 这样的回答 也间接了 告诉 告诉这些门徒说 耶稣他自己本身 就是那位预言中的 弥赛亚 只是可能 跟施洗约翰 所期盼的不尽相同 如果你是施洗约翰 当你听到 耶稣这样的回答 和提醒的时候 会不会大受安慰呢 会不会信心大增呢 我想应该会吧 主耶稣带给约翰的话语 不但能够安慰和肯定 施洗约翰的信心 也同样肯定了 约翰门徒的信心 那主耶稣告诉他们 听到这些话 而不被绊倒的 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 相信耶稣 就是弥赛亚的 他们就有福气了 回过过去 我记得 当我处于困境的时候 或者当我对上帝 允许发生的事情 我不明白的时候 我的信心跟情绪 有些低落的时候 上帝就曾接着圣经 就是上帝的话语 来提醒我 安慰我 加添我的信心跟力量 以下就是有几节 常常加添我信心的经文 第一节就是诗篇第十九 十九篇第一节 他说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其实整篇诗篇十九篇 都在提醒我 上帝就是那位创造宇宙 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 他是我的磐石 是我能够依靠的 第二段经节 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跟九节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段经文提醒我 他是创造者 我是被造者 所以他的道路跟意念都超越我的道路跟意念 我所不知道的 我所不明白的 他都知道 他 是我能依靠仰望的 第三段经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这是耶稣对 使徒保罗说的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比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两节经文 常常在我面对困境 还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给我力量 能够继续地走下去 成为我力量的来源 回到今天的经节 施洗约翰因为被囚 并对主耶稣的作为 不符合自己的期盼 而对主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 但慈悲的耶稣 却能够谅解他 他用圣经的话给他安慰 并且肯定了他的职份 还有他的工作 第24到28节 约翰所差来的人 记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 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罢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耶稣说 施洗约翰并不是一个像芦苇一样 心智不定随风飘荡的 也不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 愿乐度日的人 耶稣肯定了施洗约翰的特别身份 那就是他就是那位 旧约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中 所预言为弥赛亚铺路的先驱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万君之约和黄说 约和黄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 必然进入他的殿中 立约的使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带到来 所以他就是那位 为主耶稣铺路的施洗约翰 这就是他的职份 虽然他自己最终被西律王杀害 没有看到主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 但他已经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 就是成为主耶稣救赎计划的一环 并且他也得到主耶稣的肯定 同样的 只要我们根据上帝的话语 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和他的计划中 当我们完成了上帝给我们的职份 跟工作的时候 无论我们有没有看到成果 我们仍然会得到主耶稣的肯定跟赞赏 那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比施洗约翰更有福气 因为虽然主耶稣说 施洗约翰在所有的 从妇人而生的人当中 他是最大的 但他跟其他的旧约先知都一样 没有机会看到主耶稣完成救赎计划 还有之后圣灵的降临 而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子民的一份子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站在施洗约翰 这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 这位先驱的肩膀上 我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 才能够得到永生 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福音 主耶稣传讲救赎的福音 他们的果效如何呢 儒家福音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五节 让我们看到那些听到施洗约翰 悔改信息的反应 七章二十九节 众百姓和税吏即受过约翰的喜 听过这话就与上帝为意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翰的喜 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哀哭 思绪的约翰来 你们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 人子来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上帝造人的时候 他给了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因此不同的人听到同样的信息 看到同样的事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反应跟决定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看到耶稣的行为举止 听到他教导的人当中 有许多也曾经听过 施洗约翰所传讲 要人悔改的福音 这些人对福音的反应 大致上可分为两种 第一批是众百姓和税率 他们听了 接受上帝是公义的 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因此他们悔改 接受约翰的洗礼 得了救恩 成为智慧之子 另外一批人是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他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有权力的人 这些人自以为是 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靠遵守律法来称义 他们不需要悔改 接受约翰的洗 因此他们也失去了上帝 要赐给他们的救恩 虽然这些人自认知识丰富 在众人之上 但主耶稣却把他们比喻为 孩童 主耶稣用当时孩童常玩的游戏 来比喻他们的行为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 有没有玩过 扮演的游戏 就是扮医生 扮爸爸 扮妈妈 扮新娘 扮新郎的游戏 那游戏要好玩 每个参加者就一定要合作 如果有人扮医生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要配合扮病人 那当一个人扮新郎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要扮新娘 其他人扮宾客 扮司机等等 这样才好玩 对吗 那在耶稣的时代 孩子也玩类似的游戏 当有人扮吹笛子的时候 其他人就要配合跳舞唱歌 当有人哀伤的时候 大家就要一起的来哭泣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虽然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 他们却好像玩游戏的时候 不愿意配合的小孩子一样 有人吹笛 他们不跳舞 有人举哀 他们也不提哭 他们只要别人听他们的 他们不愿意配合他人 他们看到施洗约翰 以辛苦的方式生活 就说他是被鬼附的 不正常的 看到主耶稣 要使罪人跟税律认识福音 所以跟他们同坐席的时候 这些法利塞人跟律法师就说 他是贪吃好酒之徒 与罪人为伍 总之 只要是不同意他们看法的 他们都反对 这样的人就把上帝的恩典 和上帝的旨意 聚于门外了 他们以为自己是审判者 自己是聪明的人 其实却缺乏了真正 辨识真理的智慧 今天在我们的听众当中 如果你已经听了福音 你知道上帝是真实的 是圣洁的 也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 但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 我要邀请你 像听了施洗约翰悔改 和耶稣救赎福音的 会众跟税律一样 快点来接受上帝给你的救恩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上帝的恩典就能临到你 你的罪就能得圣灵 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了你 已经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罪付出代价了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话 你可以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 你可以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无法自己解决罪的问题 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还清了我的罪 赦 赦免了我的罪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求你帮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感谢你赐给我的救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当你以信心做了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应许 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可以把你的决定告诉教会的任何一位领袖 或者是会友 教会也很愿意帮助你 让你能够更加认识耶稣 让你能够在主里面成长 最后让我做一个总结 就像施洗约翰一样 有时我们对主耶稣的期盼 也许会跟主耶稣所允许发生的事有些落差 有时我们或许会陷在困境当中 而怀疑主耶稣是否还跟我们同在 或者我们会失去信心 我们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 去询问主耶稣 回到祂的话语当中 寻求答案 主耶稣是信实的 是蛮有恩赐的 祂能够了解我们的软弱 祂也会借着他人 借着圣灵让我们明白祂的话语 给我们安慰 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 就像主耶稣肯定施洗约翰的职份跟工作一样 只要我们遵行祂的旨意 祂必然会肯定我们为祂所做的各项事工 当然我们这里每个人见到主面的时候 祂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 主耶稣要借着今天的信息 把赦罪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赐给你 只要你愿意 并且你向祂祷告 接受祂做你的救主 救恩就会临到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让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再次感谢您的话语 我们求您借着今天的信息 赐给我们力量 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能够借着您的话语 坚强 能够学习实时仰望信靠你 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 当中 如果还没接受您做救主的 也求您带领他们来认识您 那些刚接受您的 也求你保守他们的信心 能茁壮成长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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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